为了对付这一猖獗的索马里海盗 印度前天派遣一艘海军军舰 出海拦截一艘被海盗挟持的鲁恩奥散货船 成功救出了17名船员 也拘捕35名的索马里海盗 印度海军发言人表明 遭到劫持的鲁恩奥货船 当时悬挂着马尔他旗帜 并且在国际水域 一度向印度海军舰艇开火 印度海军呼吁海盗投降 并释放船上被扣押的船员和平民 最终海军人员登船 拘捕35名海盗 并盘查船商是否存在非法武器 弹药和违禁品 从去年12月以来 印度海军发现 海盗在相关海域犯下至少17起 劫持 企图劫持或类似可疑事件 今年1月 印度当局部署了至少12艘军舰 以防范海盗并搜查250艘船 奥联徒 有点 企图 不愿意 明显